现在在往刑牌活着站方向走 这次的刑牌之旅就结束了 我觉得这条路的方条路不太一样 我忘记说看地图就是这个方向 刑牌银行 这条路的方向是很高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是形台火车站 老站就是一个大平层 而且我非常痛心的发现 好像我坐的这个Z150次 晚点到了8点40 我去晚了两个半小时 今天晚上我得几点才能到石家庄 大眼啊大眼 那车 可以慢点 我也是改成那個 改成那個 改成那個 現在是下午5點45左右 我在行臺東站 剛才改成了 改成到6點20左右 從行臺東站到石家莊站 之前那個車晚點兩個半小時了 也就是說我到石家莊站的時候 大概可能還不到7點 6點50左右 也就是說比之前那個車 普快那個車還要快 還要早 其實今天本來沒有打算來行臺東站 今天就是打算做普快 從石家莊來然後再回石家莊 但是因為這個晚點 陰差陽色的機會 就來到了行臺東 他們這個新的高鐵站 它這個高鐵站就很大了 這個畢竟是那個 就是京廣高鐵 中間的一站 這個比同水北站 大很多 同水北站雖然也是這麼高鐵站 但是它同水北站不在京廣線上 所以車子沒有那麼多 就沒有這個大 而且 行臺東的話 它離它的市區 還有它的老火站 向來就非常遠 剛才打車 可能是走了只有半個多小時 我就在哪兒等你 半個小時左右吧 不像是洪水北站 其實洪水北站 是可以直接走到市區的 但是從行臺東站走到市區 可能就是稍微有些挑戰性 一會兒先進站 進雨之後再拍了 我們現在就進到這個行臺 行臺東站 還行啊 就是一般的地級式的老鐵站 可能跟運程的規模差不多 然後它也是只有一層 都在一層貨車 然後可能也是因為它這兒車子比較傻 它這兒的這個大屏幕上的車子表 都不太變的 我坐的是G664 開到北京西的 晚上6點28發車 還有大概半個小時左右吧 然後這裡邊呢 有這個有一些飯店 不是很多 還有一些小麥店 貴賓室 坐一下吧 好了 今天的這個行臺之旅 就到此結束了